大家好 今天又说说徐晓东 这个 我不是特别爱说的 但是你说 就其他那些恨我党什么的 我除了他这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谁呀 对吧 陈秋实已经进去了 其他的什么 就他们说的那些什么莱扬纳德呀 或者怎么样 我都没看过人家的节目 所以说你说我贸然说人家也不太合适 对吧 毕竟对这个人不了解 最近为什么说徐晓东呢 就是两个契机 第一个吧 就是之前发了一个徐晓东的视频 然后呢 粉丝在下面 反正就是各种脏话吧 这我都习惯了 他的粉丝就是这个水平的 对吧 所以说 他粉丝要不骂才正常 才不正常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看罗尼那个节目 说有一个 之前采访过徐晓东的一个小 都不是小姐姐了 老姐姐吧 这个 跟在李懿那个事呢 就是说 可以说怼了徐晓东 他就对徐晓东呢 也不能说怼 就是发表一下不一样的意见 他呢 把人家这个 就是说 个人的联系方式公开了 到最后呢 就是据说是一天 200多个骚扰电话 就是海内外都有 我靠这 他32万多粉丝 这不是盖的呀 对吧 这个很牛逼啊 但是呢 这个代价也很大 有这些粉丝啊 我说句不好听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爱徐晓东呢 还是害徐晓东呢 你说你们这么一闹呢 到最后徐晓东这个吃瓜道 对吧 你们到时候这个没办法说 一个一个追查 让你们负法律责任 好多人你们都在海外 对吧 你们也不可能 为他付任何法律责任 那关键是 到时候要是问责的话 得问 按徐晓东问 对不对 所以就是突然想说这么一点 然后另外我还想说一点什么呢 我最近也是瞎搜一些视频 我搜那个周周坎 然后呢 周周坎 大概一年前吧 采访过徐晓东 然后前一阵子好像是说在 挺有意思的啊 是在谁啊 是在磊哥 磊哥聊财经啊 还是说 他们一些还是朱老板 那个下面那个 周周坎的粉丝 跟徐晓东的这个东兵朝鲜 然后我就觉得 哎 我说挺有意思 我说 这周周坎怎么还跟周周坎 发生剧情呢 这两个人不都是一类吗 对吧 有一说一 周周坎的这个采放水平 真的是不赖 我根据徐晓东的 在这个当天 他那个就参加周周坎的 这个采访节目的一些 这种就是说 信息吧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想分析一下什么呢 徐晓东 他怎么成为一个恨国党的 这个他就 怎么讲 根本 这个追本溯源吧 这我先声明啊 这个我说的一些内容呢 都是徐晓东自己说的 这个我没有涉及任何造谣 或者怎么样的 啊 就是 其实我呢 以前我一直很支持徐晓东 打假嘛 那几年前那会儿 对吧 这个什么 打雷雷也好 或者怎么样 这确实好事 但是呢 就是 我就不明白这个人 为什么中间会走偏 啊 这个人开始就恨国 啊 国家这个就整天 哎呀 这个害我 那个害我 就觉得这个 怎么一手好牌 被自己打臭了呢 然后就追本溯源 说这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呢 这个导火索这个事呢 就从这个周周坎这上面来看呢 就是说 大概是17年啊 还是16年忘了 呃 徐晓东呢 间接的参与到了这个 陈小旺啊 的一个跟那个太极的一些事情啊 呃 这个事怎么回事呢 当时徐晓东呢 就是陈小旺他做了一个 在央视做了一个节目啊 就宣传太极 然后说太极很厉害啊 很牛逼啊 或者怎么样 他请了一个那个中国的什么大力射击人 叫龙武 然后呢 就去这个拍这个片子 然后就大概就是那个什么嘛 然后说让那个龙武就推他 然后在那个反正在那个节奏片里呢 龙武是没推动 然后龙武就很拍 哎 说是真厉害 怎么怎么着的 然后呢 徐晓东呢 就爆料 就说啥呢 就说龙武跟他说了 说这个是假的 说龙武 那个刚开始一啪一下 就给那个陈小旺给推飞了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就说这事 然后陈小旺 然后就他又骂了很多的这个脏话 陈小旺呢 就以这个就是 呃 什么诽谤罪 什么这个侵害名誉罪啊 把这个陈小旺 把这徐晓东也告了 然后呢 当时就是反正徐晓东自己说嘛 他在节目里说 他说 哎呀 这个败祝 然后呢 当场就赔了二十多万 然后后来呢 这陈小旺呢 就刁难他 让他呢 在什么网易呀 什么呃 体育板块呢 就是出那个什么道歉 然后这一个呢 他也花了十几万 就加起来就花了三四十万吧 那从这个角度上 讲徐晓东 就是恨这个陈小旺 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很正常 啊 这个情有可欠 甚至说就合情合理 但问题是 就是这个事呢 还是我个人分析 还是徐晓东的错 就是 呃 你说这个 这个假的这个传统武术 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 这个不是你该管的事 就是说 你贸然插进来 这事呢 本身就是你做的不对 它是什么呢 它是就你这个人情伤不够 啊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徐晓东说 他为什么参与 他说哎呀 他说那个在某个什么 那个地方 认识龙武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个话 也是有点扯 对吧 龙武本身 他也是个习武之人 他也练这个什么 哎 好像是练拳击啊 或者怎么着的 哎 然后练这什么 他跟徐晓东 你说不认识 然后就是喝酒啥的认识 我感觉这个可能性 不是很大 很有可能 他们就之前一直就认识 然后呢 龙武把这事给说漏嘴了 就到处 其实也不是说说漏嘴 龙武呢 把那个后来就 就那个事完了之后呢 那个纪录片 就播出之后呢 他就 一直在网上 就也是各种煽风点火 就说那意思啊 什么 就公开了 就说哎呀 那个是假的 怎么怎么着的 就这件事吧 出乎大家的意料 就没有 当然没有人支持陈晓旺 但是好多人呢 都说龙武这事做的不对 不地道 为什么呢 你觉得他是假的 对吧 那你就不要去参与那个拍摄 对吧 你就不要那个去那拿钱 啊 你又想挣这个钱 然后呢 然后你你钱到手了 对吧 他那一个出场费 几千块钱 我相信他不是 他肯定不会去的 对吧 少说几万 多得几十万 哎 请他去了 到时候呢 就是说那个 都牵了宝密 邪密说 哎 龙先生 您这个嘴 稍微的这个什么点 注意点 咱们这个 在这台上发生一些事 你是演员也好 你不能在外面说 这钱也算你的疯狗费 一般 哎 答应的好好的 到最后呢 包括我们讲那个 在那个 就是纪录片拍摄的时候 也是哎呀 说这个 陈老师您真厉害 这都推不动 怎么知道 这演出配合的多少 回头 哎 觉得可能我这 拿的钱不够 这我吃亏了 哎 上来就那个 陈小旺那是假的 怎么着 我上去给他推 这叫啥呀 这就 因为流行词 叫不讲武德 不讲道德 你签了保密协议 对吧 你就应该遵守 对吧 咱们就说这个事 你认为他是假的 你就不要去参加 你参加完了之后呢 你签了保密协议 你就应该默不作声 这个事 这徐晓东他也认同啊 对吧 因为他在那个 广州白军机场的时候 他跟那个明星打起来了 到最后 那个人家付了他20万 也是风口费呀 对吧 人家也签了保密协议 不让你到处说 钱给你就完事了 对吧 那他这个就 就本身呢 我们讲 第一 龙武这事做的不地道 就虽然说 这个陈小旺是假的 但问题是呢 你这个呢 就等于是过河拆桥 啊 你本身 你这个就不是什么好人 啊 陈小旺这事 咱们可以放之后来说 但是你这个 所以你这点就做的不对 然后徐晓东呢 就借着这机会呢 就跑那插一脚 你说 人家龙武跟陈小旺 这之间发生 你掺和个什么事 对吧 你不要因为这件事 你掺和 啊 比如说这个 我们都知道陈小旺是假的 然后你可以跟人约架 对吧 你说哎 陈大师 那个咱们可以练一练 或者什么 你这个插进去这一脚吧 就是说句不好听的 里外不是人 真的 龙武虽然那样 但是你等于是 你把龙武也给卖了 然后呢 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然后呢 这这陈小旺讲话的 本来就已经恼羞成怒了 对吧 他就觉得 哎 这哪来的 孝东这么个东西啊 居然这个 这掺和 正好这在气筒上 没气仨呢 对吧 就啊 这个 那个你也确实 给他露了口实了 对吧 骂人家 然后怎么着的 侮辱人家 那人告你没毛病 哎 然后徐晓东呢 后来就觉得 哎 他这政府不支持我 陈小旺 这个假的是吧 假假的骗子 然后你政府支持他 哎呀 所以后来就 这小孙话就说起来 是吧 开始骂 但是他那个 就是小孙话 说起来什么 那个钓鱼岛 属于日本 或者怎么着 是之前还是之后 这个 这个不太清楚 但是呢 就就很显然 就你结合徐晓东 这个人 我觉得那种话 他是说得出来的 第一这个人 有点就是昧外 这就外国人 怎么都好 对不对 第二呢 就是这个人 我我简单说 我就 这也是我特别 想说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人啊 一直他的这个 生活条件 特别的优越 简单说 就是没遭过 没遭过 这个社会的毒打 他他自己 在这支手卡上说的 他说他几年之前 在北京啊 本地户口 对吧 这就不用说了 车房 这一套以上 这个他也是 他自己也知道 他说他 那个时候 收入多少啊 一个月 三万块钱人民币 我都不用说 是几年之前的事 就说现在 北京有多少人 一个月能挣 三万块钱 我就拿工资 拿死工资这种 对吧 徐晓东他做这个 就是说所谓 高级私教 他一个小时 对吧 这打底好几百 这个是 小一千 或者什么 这个是 之前在那支乎 有些网友上 人上过他课 人知道他这个 什么报价 他不是一个 就是特别 人家自诩 是高级私教 他挣钱不少 对吧 一个月三万块钱 我们讲 现在好多的 那个大学生 刚出来 人在当北漂的 你问问他 一个月 能拿一万的人 有多少 对吧 他那个工作 也不累 是吧 然后带在 那个平时带在 他挺清闲的 一个月到手三万 然后呢 周围你说这些朋友 其实我想说什么呢 徐晓东这个人品呢 其实并不坏 就至少在这个 他这个发生 这个跟陈阳望 这事之前吧 他现在还可以 就是 怎么说呢 就你要跟他当朋友 的话 你会很舒服 就觉得这人 挺大块 但是人数无害 是吧 然后跟人 吹吹逼 一喝个酒 吃个饭 看上去还挺 实在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呢 就好多人呢 就也 也让着他 他圈子的那朋友里头 说真的 有徐晓东口才的 这种 就习武之人 并不多 所以说徐晓东 整天在外面 那个 哎呀 什么我是 MMA第一人 或者怎么知道的 其实他们那个里头 之前那个 就跟他一起 那个就是真的 比他还早啊 或者怎么样 那拨人 人家就是笑 一笑就过去了 人家不太在意 这个东西 像你 你挣便宜 你就挣便宜吧 对吧 他们不会太在意 这种东西 所以说徐晓东 对吧 你从他之前 他自己的这种 就是吹嘘也好 或者怎么也好 你能大致推测出来 对吧 小学 那个之前不爱上学 跟学 跟同学打起来 拿刀给人捅了 哎捅捅好几个 然后家里呢 出钱什么平事 是吧 也没进什么叫少管所 也没怎么怎么着 然后呢 这个上个上个大专 是什么 他好像自己说的啊 哎 然后出来呢 是他自己找工作 还是家里给他找工作 不太清楚啊 工作 然后他自己说过 他好像是什么 IBM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这怎么进的IBM啊 然后后来又当这个什么 哎 私教啊 什么 他这一路上 总之就是顺风顺水 就就基本上就来讲 就别人那个 都需要奋斗 都达不到他那高度 然后他呢 很轻松的就 这个什么 你一样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我们讲 有钱 有闲 这闲就是时间 啊 然后呢 这一天没什么事 第一自己就飘了 第二呢 自己对吧 有些东西呢 他就也 就是说 哎 我有点闲时间呢 我就爱说点这个乱七八糟的事 哎 你说光说武林那些事 他平时那人有几个说真正武术爱好者 或者怎么样的 你说什么陈小望 马宝国或者马宝国最近还挺火 但之前谁都不认识人是谁 你说了半天 没几个人爱听 对吧 哎 所以就没话题了 就必须得往正上靠 你要往正上靠 那那灵动摇的东西太多了 对吧 当个恨国党 说句不好听 你这个哪个国家没有点啊 就是说问题 对吧 你只要带着一副这种 哎 我就找这国家问题 找这个不好的地方 那你能找的多的去啊 但当时可能薛小冬不是这么想的 但最起码你看薛小冬打假 什么那会儿 那个时候几年前 他事业顶峰啊 就那会儿就是说 如果说他要是好好操作一下的话呢 我认为 应该不赖 比如说给他给 就是说他可能他没几年打了 但是对起码 给他上面包装包装 让他参加个什么武林峰啊 然后让他就是 就从伊龙那块切一块蛋糕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也他想法 他的想法 你别看他一个月挣三万 但他其实觉得那三万就是 在他来看来就不够 就远远不够 他人家标标骑的是那些什么马云啊 什么王健林那些人 人觉得我这挣三万 就好像就 就这水平很一般啊 这可以这体现出来 所以说呢 他就希望这个什么 但是呢 就是他的平时的这种呢 就好多东西呢 比如说 你没经过社会毒打 你不知道这社会有多险恶 对吧 也不说险恶 就是这环境是很复杂的 啊 这个你要是真是想拿嘴吃这碗饭 你就真的要考量考量啊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什么事该管 什么事不该管 那徐晓东就没有 就嘴上 哎呀 东哥就牛逼 东哥走到今天 哎 什么实力实然 或者怎么样 他不知道的是 第一 好多人让着 第二呢 也是这个 他运气比较不错 啊 他始终就认为是自己的这问题 然后到结果后来 陈小旺这事一出 他翻车了 第一 他不应该管这个事 啊 他不应该瞎瞎这个事 第二呢 这事出了之后呢 就是 他呢 恨错人了 他呢 就认为是国家是政府 我打压他 哎 然后到最后是什么 那你想想政府 说真的 那他跟你小老百姓相比 那谁大谁小 对吧 你你你讲话 你假装熊孩子 撅个大嘴 啊 这个跟政府不配合 人不怪你这臭毛病 想弄你啊 办法有的是 说真的 真的 这个小孩啊 什么的 不要跟大人什么横字啊 或怎么样的 这也没有意义 这之所以那个 就是说 他能混到今天这步 就是说受到这个 在这个社会上受到 挨的毒打太少 但凡有一个人 我说但凡啊 不是说一定 传统武术里头 来真来个特别牛逼的一个人 哎 一个五六五六十岁 当达之年的一个老头 是吧 练你甭管是练什么 这个中国教也好 练八级拳也好 哎 跟孝东打一场 给孝东打的名声扫地 哎 那时候孝东 可能呢 他会有点这个 就是收敛 最起码 他不会一点 小三小三话 可能还说着 他最起码他会收敛 啊 所以呢 孝东 走到今天 我认为呢 就他全是他自己的问题 不要怪这个 不要怪那个 啊 那香港电影 蛊惑仔里有句话 出来混 错就要认 挨打就要站好 是吧 你自己的问题 你就自己一定要反思 对吧 虽然你也是个四十多岁的人了 你我也不指望说 哎呀 你你去听好多那个人 然后劝你 或者怎么样 劝你的人太多了 包括就好多的那些 这个爱国up主 什么的 他们没有说对你保 有一阵和恶意 他们也是好多次 这个发视频也是 就劝你 可是你不听啊 对吧 你就非要按照你自己认为的 正确的道路上 不断的走 那你说你到最后 你混的比较惨 你赖谁呀 对吧 所以呢 这事吧 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个 徐晓东的这粉丝们 也很也很狂热 是吧 这东西我都无所谓 你骂我呢 你这事情 我可以 你的那个评论 我可以给你置顶 啊 我原来我还会生气 现在我一点也不生气了 就让让大家看看你们这个 就是徐晓东的这些粉丝 什么样的素质啊 就就完事了 啊 就 反正 东哥吧 好自为之吧 也不指望你有什么反思了 啊 这个国家的意思呢 其实我认为 也很明白 就是你不要整杂七杂八的 当你的健身教练 没有人害你是吧 你这个就 就挣啥 那油管什么的 就别 掺和了 别当那个 就在这到处要钱了 啊 就老老实实当你的健身教练 一个月拿三万块钱 也不少 对吧 想移民 把房子一卖 直接去个澳大利亚什么的 没人拦着 这真的没人拦着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 那你非要整天在那 作啊 谁也救不了你 说真的 我们这些人 我们能劝你一次两次 对吧 说一些什么话什么的 那你听不听的 你要总这么不听的话 我们只能说对你的这种 就是说一点点希望啊 就只能是最后就换灭了 啊 当然你你也不愁这个 海外好多恨国党都拿你当偶像的 对吧 你的粉丝到现在也是狂掌 什么长脸呀 国成啊 什么他们这些人 粉丝加起来可能都没你一个人多 啊 就就继续吧 就东哥牛逼啊 东哥牛逼 希望您能在这个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